五人机冲向天际 夜门胡塞组织又出手 释出影片显示攻打一艘 悬逛马尔他国旗的希腊货船 基克拉泽斯号 虽然船体受损 但还能继续航行 索性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夜门派军持续以支援哈马斯的名义 攻打来往鸿海的船只 试图对以色列施压停止轰炸加萨 不过 以色列无视停火协议出现曙光 总理纳坦亚胡塞言 无论是否达成停火释放人质协议 以军都将对加萨南部拉法市 发动地面攻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正在 中东地区努力谈判 试图让更多物资进入加萨 不过尾巴冲突的影响 万一到亚洲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当地的肯德基面临 接二连三的抵制潮 超过百间分店被迫暂停营业 事实上大马国内人口多游化 不只有马来西亚语 中文福建话等等 国内还有众多穆斯林人口 由于以色列对加萨的猛烘烂炸 他们发动杯葛抵制潮 不只造成员工失业 同时餐饮业的供应链 也无法幸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